这个据说宁岛在现场是属于不给人留情面的导演 导演分多少种 我们也合作过 有的那个咬牙切屎 现场过脚骂人 牙都咬碎了那种 有的挺厚的 像一开导 比如刘振伟拍戏的时候 这一条非常的好了 我们想一想 可不可以换另一个方式再表现一下 联盟带舞行的这种事 这个他在现场什么状态 这我觉得宁岛分这人 没加圈 我先抛砖引玉一下吧 我觉得那个 跟疯狂的时候合作的时候 跟导演合作的时候 他那个时候是属于 特较劲 特较劲 就是这个眉头永远是那么皱着 然后那个 给你两百万上你拍 就那样的一个 基本上好像在现场没见你笑过 几乎没见他笑过 这回我觉得就 好像是跟变了个人似的 每天背个手 托个背 跟那乐乐 跟这乐乐 所以那个 有区别 是我的感觉 我不知道他们第一次合作的 什么样的感觉 我们第一次合作 感觉是笑是假的 你知道吗 笑念字 笑是假的 就是那个 那根筋还是绷在那 特别像我们年轻演员 有些细节不明白 一皱眉头 我们就离他远远的 打自己有时候 怎么办 怎么办 你怎么是这样 不用你就好了 怎么会这样 真的吗 倒是不伤人 还不伤人呢 不伤别人 不伤别人 我那场戏就是 也是有一个表情 看玫瑰花那个表情 特别 怎么做也做不到位 然后导演也是急了 他也是 他给我 给我做示范 做了很多次 但是我 我自己还是 就是 因为要看那个玫瑰花 是有那种 surprise的感觉 我这个人平时 就是别人送我玫瑰花 我是完全没有感觉的 因为有些女孩 看玫瑰花 或者是什么 喜欢钻石啊 玫瑰花什么 都会特别开心 我对这反而 完全没感觉 所以可能是因为 我个人的原因 然后导演就急了 后来 怎么还不明白 怎么还不明白 明白 打自己 打自己 然后我当时就 我心里可 我就是 你还不如打我呢 你打我一顿 他跟你说戏 你听不明白 他就打自己 对 导演你刚才说的什么 我没听懂 我还是没明白 这是一个有个性的导演